别人穿书 不是女主就是女配 没想到她竟然穿成了路人甲一枚 开局就在警察局喝茶 被误以为是有精神病 面对警察叫家长的行为 林志念欲哭无泪 林副拿出百元大钞 有些尴尬的开口 念念 这些钱拿去花 有事给爸爸打电话 比方阿姨的女儿马上高三 以弟弟还小 正是需要人的时候 爸爸实在抽不开身啊 林五对男人不懈的冷哼一声 看他把那小三儿子 宝贝的跟个什么似的 真应了那句话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爸妈还有事 你自己打车回家吧 没钱了 就去找你爸要 一路打车回到家 现在不幸中的万幸事 原主的父母 似乎对他并不伤心 根本没发现女儿已经换人了 看到学生正常的信息 林志念感到一阵的熟悉之感 当看见手机班级群里面 熟悉的名字时 林志念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这不是我高三毕业后 看的第一本小黄书的主角吗 一想到里面 恩恩爱的场景 林志念小脸通红 难道我要亲眼见证 那刺激的场面吗 捂着砰砰乱跳的心脏 让自己冷静下来 虽然不排除我读原作时 剧情没有认真看的可能 但基本可以断定 原作就没有提到 叫做林志念的角色 成绩不好 尤其是物理 只能得四五十分 不怎么在班级群里发消息 通讯录里也没有几个联系人 由此断定 自己妥妥的 就是背景版一个 穿越成了小黄书里的路人角色 该做的什么 这世界真的正经安全吗 在线的挺急的 恭喜你穿书了 好消息是 父母离异 各自组建家庭 自己独居 不用担心 身份有拆穿的可能 坏消息是 自己穿成了小黄书里的路人甲 书中的女主名叫徐乐融 男主名叫白涵 两人分别为德语中学的校花校草 是全校男生女生惊慕的对象 徐乐融一直暗恋白涵 但一直不敢说破 而白涵本来也喜欢徐乐融 但因为要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所以他表现得非常讨厌他 这就导致徐乐融 在白涵面前非常自卑 而白涵呢 因为常年的压抑 他黑化了 不仅在高中时期 就办事强迫的和徐乐融发生了关系 更是在成年后 将徐乐融经过在自己的身边 不许他逃开 自己半步 徐乐融每日承受着白涵的肆虐 在爱和欲望中沉沦 再然后我就不记得了 脑袋砰砰的磕在桌子上 当年灾就灾在语文手里 不然我怎么他会是全神第三 第一名啊 我那心心念念的第一名 可恶 事到如今 他是只能先维持远主林志念的人设 先狗着了 学校里林志念心里呐喊 好累啊 做个学渣也太难了吧 垫子不能做 空白不能填 考试第一也不能是我 甚至前面还有那么多人 只能写在草稿纸上过过瘾了 少女粪笔记书的样子 被身后的少年收入眼中 穿梭的第二天 成为了男女主的剧情里的NPC 还差点掉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走廊边站着青春靓丽的女主 徐乐融高二 九 班班长 而楼梯道里 男主恰好的路过 白寒 这个楼梯离一般那么远 干嘛每次非要从这边走 这你不懂了吧 我们白哥那么帅 就得让大家看看 这一件校草 是谁独领风骚啊 两人擦肩而过 没有一丝的停留 要我说 白寒你是不是看上 哪个班的小姑娘了 白寒依旧面无表情 我乐意 我记得小说里曾经写过 徐乐融是九班 白寒是一班 两个班级分别就在 教学楼两端的楼梯旁边 九班一班徐乐融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 站在这对书 只是为了等男主 从这里路过 而白寒 因为棒可嘴 也只能靠故意绕 原路这个小动作 想要离徐乐融更近一点 林志念有些抓狂 这种开了上帝视角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幸亏按照目前故事的进展 他们还没有发生什么 不然这种围观视角 实在是让人无法直视 念念 念念你在听吗 周雨昕林志念的前桌 耳边的呼喊 打断了林志念乱七八糟的思绪 不好意思我走神了 周雨昕坏笑的 看呆了林志念大笑了一下 随后两人说说笑笑的 来到了教室 开启了补作业的热潮 这个方程是配评错了 应该是一二二一二 嗯 马上改 底头偷笑起来 我知道正确答案 故意写错而已 没想到被周雨昕现场抓包了 你刚刚是不是笑了 没有啊 你是笑的吧 我觉得 你跟别人说的有点不一样 林志念心里紧张的不行 我累个去 掉马了 你之前的同班同学徐小蕾 现在跟我住一个宿舍 他说 你以前很怪 顾屁 不理人 很少说话 也不爱笑 还说你既吐气又阴沉 林志念松了口气 可是开学考你 唯一一只二笔铅笔 都舍得借给我 我觉得 你明明很善良啊 不像别人说的那样 林志念在心里默默地补了一句 其实是为了还原学渣人设 决定交配卷 一个上课睡觉 一个上课发呆 不如光荣地被老师罚站在走廊里 难兄难弟啊 都说白还是小草 我看他也不慌多让嘛 但他的名字一看就很路人气质 我都怀疑 当初那本书我少是看漏了 凭这张脸 就算不是男主 也得是个悲情的二把 下个铃声响起 班主任带着惩罚走来了 你们两个按照讲义 把这一张的知识点 抄一百遍 两人一直与伐钞所动争 直到白韩抄完 站起身离去 林志念惊呆了 逗吧 抄这么快 可恶 我也就只差两遍了 手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最后一个词 结束 收工回家 耳边传来呼喊声 林志念 我给你发了消息 看到吗 我刚才没看手机 有什么事吗 我刚去团委开会 学校要求 要买班级文化建设用的东西 班费在你那里 我们一起去吧 明天是周六 你有空吗 有空 明天早上九点 学校门口 建克里吗 我刚去学校后街看了一圈 东西还挺齐全的 去那里就好 没问题 对了 还没吃饭吗 附近新开了家穿菜馆 要不要一起 女主的突然靠近 让林志念有些脸红 她身上好香 脑海里不油的浮现 黄色废料 可恶 之前读过的情节 又回想起来了 这样真的显得我很变态 林志念强忍着流鼻气的冲动 飞快地逃走了 不了 我还有时间走了 谢谢你 再见 她是小黄文里的路人甲 倒霉地遇到小混混霸凌现场 沈安 难道是今天和我一起 罚站的后桌 这是什么情况 躲在角落的林志念 好奇地看向远处一群 花花绿绿的脑袋 我告诉你 不给我妹一个交代 咱这事没完 交代什么 绿毛被刺激到了 他妈的 我妹妹为了追你 光到绝食堂医院里了 你说交代什么 沈安冷笑一声 我说过了 我不认识你妹妹 他就算是死了 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绿毛被少年嚣张的态度 挑衅到了 怒吼一声 你他妈居然还敢救我妹妹 老子今天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碰个一声 啤酒瓶碎了一半 打起叫往少年头上砸去 飞溅的玻璃碎片 弹到林志念面前 一个没注意惊叫出声 少女的惊叫声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发哥 这里离他们学校近 那女的会不会跑去告状 要不我们先抓起来 看着他 黄毛得了命令 嚣张的就要去抓人 擦肩而过的时候 沈安一把揪住男人的黄毛 膝盖用力的撞向黄毛的鼻子 黄毛痛的捂着自己的鼻子 绿毛看了大喊一声 都愣着干嘛 给我上 沈安扭头对林志念说 赶紧走 遇见打架现场怎么办 当然 试去搬救兵了 林志念撒腿就跑 我去找保安 没想到 拐脚就撞上了白寒 看着自己被弄脏了的衣服 抱了句粗口 眼神仿佛要杀人 林志念麻溜的鞠躬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有人在巷子里打架 我急着去学校找保安 白寒也没再计较 我们走吧 擦电而过的时候 林志念猛的想起 警察来到这儿 还需要时间 沈安双全男敌四手 还是得在报警前 想办法帮他一下 对了 小说里写过 白寒的武力值也是很高的 而且他拥有男主光环 绝不会出什么事的 那个巷子口看看 那边有一群社会青年 把我们学校的同学堵了 我担心 同学 你看我们像是团结 有爱乐于助人的好学生吗 别和他废话 走了 喂 别走啊 无奈林志念只能拿出杀手锏了 那个 我是酒班的 跟我们班长约好了 一起来吃麻辣烫 他已经快到了 要是乐容被撞上那伙人就糟了 我刚刚不小心路过 他们就说 要连我一起抓 没等他把话说完 白寒的脸色变得阴沉无比 你说谁 林志念有些心虚的扭过头 啊 那个 徐乐容 我们班班长 人美心善 责任心强 要是他看到我们班同学被打 是绝对不会置之不理的 恋爱脑的白寒 大步跑了起来 来到案发现场 却发现 早已被审案解决完 天哪 天啊 这是什么大型误会现场 路人假的命 也是命啊 林志念与徐乐容购买完需要的东西 准备饱餐一顿 没想到刚坐下林志念 就透过窗户 看见了男主白寒 白寒见到心上人在那家饭店里 身体不受控制的拐弯 直径往店的方向走来 好家伙 不愧是主角光环 徐乐容对于白寒的吸引力 真是无穷大 眼见白寒已经来到身后 没想到徐乐容突然开口 那个 林志念 你觉得咱们班的庄严怎么样 林志念瞬间压麻呆住了 乐容啊 你真的 要在白寒的面前 提别的男生吗 就是我同桌 咱们班成绩最好的那个 上次开学考考了年纪第九 林志念心里呐喊的 别说了呀 那边醋谈子要翻了 可惜徐乐容没有听见 依旧继续说着 他 他好像对我 对我有点 林志念察觉到白寒的怒气 再不把话题掰过来 那位叫庄严的小哥 怕是活不过今晚啊 林志念一脸严肃 我觉得 你不用在意他 还是多把精力放到学习上来比较好 多做一道题 日积月累 说不定就能攒出一本五三努力学习 突破极限 成就自己 徐乐容被林志念的回答 整个哭笑不得 收音台前小弟冲着白寒的方向招呼道 韩哥 这里没有叫随便的菜 我给你点了碗云吞面 您老将就着吃吧 韩哥这情绪不对啊 打球那会儿还好好的 徐乐容瞬间紧张起来 白 白寒在我身后 那他是不是听到了 糟了 他会不会误会我喜欢庄严啊 看出徐乐容的尴尬林志念 站起身决定要溜 不行 看到他俩在一起 我脑子里就想自动播放 还是先溜吧 别 等等我 我们一起 门一开一盒 两人瞬间溜走 留下死盯着手机 恨不得将叫庄严的人刺穿 发展做出贡献的人 庄严将一打试卷 递向林志念面前 有些紧张的开口 林 林志念同学 我 我能不能麻烦 麻烦你 徐乐容看不下去了 主动向前解释道 事情是这样的 这次赶报节比赛 庄严同学因为字写的好 所以我安排他去写 但这样 他就没办法发卷子了 志念 可以麻烦 你帮他发一下吗 哦 可以 谢 谢谢你 还有徐乐容同学 见两人离开的身影 等一下 庄严 这个名字 我好像在更早之前就听过 等等 我想起来了 成年以后 这个庄严 因为想更靠近徐乐容一些 所以他进了白涵的公司 甚至还有剧情是 他去找白涵汇报工作 而白涵和全乐兔在办公室 他们中间就只隔了一个门 一直到自己想歪了 立即叫停 停下 我的大脑 不要自动播放画面安危 左右手拍了拍脸颊 回神回神 得赶快发卷子 刚看见手中审安的卷子上 满是红叉叉的时候 内心直呼 好家伙 求数学老师月券时的心理阴影面积 不过 刺道是写的挺好看的 看在前后做的缘分上 帮他一把吧 他长得也不差 杨洋言也是好的吗 下节可是魔王月曼的课 他应该会检查数学作业 还会抽人提问 你要不要先抄我的 沈安一点怀疑 抄 你的 你那是什么表情 我找个代表抄的好吗 那给我吧 你自己写的 很清晰 不会夸人的话 不用硬夸 男生自以为是的表白 就是一场盛大的道德绑架 正在林真念犹豫 不好意思 路上有点堵 我是不是来晚 喷的一声 无数里花炸开 没等他反应过来 自己就被人群推到中心 安法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少年满眼神奇的说着 徐乐融同学 我真的喜欢你很准啊 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徐乐融看着面前的玫瑰花 震惊而尴尬 不知道如何是好 周围人一团的起哄 在一起 在一起 徐乐融慌张的解释 我不喜欢他 周围人却像没听见一般 丝毫不顾及当事人的感受 喊着嚷着 让他们在一起 好过分 他们根本听不到徐乐融的声音 他们只想看到 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反正按言情小说套路 女主角最后都会被男主角拯救 所以只要 等到白函过来 就没事了吧 白函会来的吧 快点出现啊 少年见气氛正好在西夏柜 向徐乐融伸出了手 乐融 答应我吧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别 这样 身后伸出了一双手 将徐乐融往前推去 班长你还矜持什么呀 快答应他 林志涅想要去拉住徐乐融 却落了个空 少年满脸深情地看着怀里的少女 丝毫没有注意到 少女脸上抗拒的神色 别 你别这样 林志涅实在看不下去了 大喊一声 哎呀 那是不是白喊啊 人群瞬间骚动起来 将两人冲散 林志涅拉住徐乐融的手 快走 媳妇哭了 她慌了 话说上级两人一起跑出来宴会厅 林志涅迎面就看到了男主 她的一众小弟 随即露出了一个嫌弃的眼神 身为男主角 你来的也太迟了点 等你英雄救美 徐乐融都被那群人吃了 而且 不知道刚才是不是已经破坏了原本的剧情 万一因为这个 我被卷入他们中间 那太可怕了 还是赶快把女主角还给他吧 带着徐乐融 就往白喊的地方跑去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身后的徐乐融突然加速 林志涅被拽了一个猎解 心里呐喊着 徐乐融你等等了 喂 我天 他力气这么大了吗 白喊却呆愣当吵 脑海里浮现少女哭泣 别跑了 你再跑下去 就要死了 徐乐融他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 慌忙的松开手 对不起 林志涅弯着腰 扶着膝盖 大口的喘气着 完蛋了 女主角根本没跟白喊产生互动 这一点都不符合言情小说的套路 我恐怕真的改变故事的走向了 这下大概有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的概率 已经掺和到他们中间了 冷静 一本言情文里 英雄救美的情节 肯定不止这一个 下次一定不干预了 下次一定 现在赶快抽身回家 离女主远远的就行 林志涅正要 找个理由离开时 却发现徐乐融早已泪流满面 你怎么哭了 我没事的你别难过啊 徐乐融慌忙用手擦拭着眼泪 想要解释 眼泪却越流越凶 不是的 因为 想起刚才白喊那十分厌恶的眼神 心里痛得不行 想说出的话 再也没有了后续 眼泪啪哒啪哒的掉 这也让林志涅彻底的马爪了 他这样我怎么走啊 喂 别哭别哭 是被张朝他们吓到了对吧 你先过来坐 我 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现在这个样子 我总不能把他丢在这儿 还是等他情绪稳定下来了 我再走吧 大门被砰的一声踹开 我看看 是哪个傻逼要跟我女神告白啊 三人气势汹汹的样子 瞬间让少年有得点怂了 但是为了不舒面子 你依旧咬牙嘴硬道 怎么 你有意见 白喊上来没有一句废话 挥起拳头 狠狠地揍不上去 我可太有意见了 原来女主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在这本小说里 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白喊 那也就是说 全世界的女生都讨厌徐乐融 林志念单手支着脑袋 观察着两人的一举一动 班长 你再帮我讲讲这道题呗 面对男生的靠近徐乐融 下意识地想要躲避开 这道题我已经说了三遍了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之前我还没有注意到 只有男生会围绕在徐乐融身边 而他们的目的往往并不单纯 而女生对徐乐融 包有最大的恶意 去揣测他与男生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设定吗 女主角注定被其他女性讨厌 而男主角不管做什么 都有人吹捧 而配角呢 他们存在的意义 就只是为了让两个主角在一起罢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 其实都挺可怜的 林志念生无可恋的四十五步角 仰望天花板 但现在最可怜的 应该是误入这个世界的我才对 每天为了装学渣而努力就算了 现在还要独自一人旁观者清 难道就没有不受这个世界控制的人吗 背后突然伸出一只手 抽了出他的肩膀 打断了他的思绪 看见睡美男 林志念不争气的 有些脸红了 有点好看哎 刚才没看清 再看一眼 没想到就被当场抓包 这是什么尴尬现场 偷看人家被当场抓包 林志念迅速转视一个 立马趴在桌子上一动不过 哎呀 之前没发现 这个桌子可真桌子啊 沈安剑少女之尴尬风模样 歪了歪头 此时林志念尴尬的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要命要命要命 他不会真的发现我偷看他了吧 沈安剑林志念 一动不动边 喊起来他的名字 林志念 林志念耳朵红得低血 是要把装死做到底 嗯 剑林志念没有反应 少年伸出手指戳了戳他 林志念 我知道你没睡 别装了 走 我不过去了 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偷看他 这这该怎么回答 脑海里幻想着 自己用白脸般的语气 焦焦嗲嗲嗲的说 沈同学你在说什么 人家完全不知道 林志念被自己恶心到了 看就是看 没看就是没看 装什么呀你 不行 换一个 少女嚣张地 调起沈安的下巴 怎么 看你能少块肉 就看了怎么样 这是能拽的时候吗 偷看还有理了 林志念猛地站起身来 俗话说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能直面困难的 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刚才确实偷看你了 我就是觉得 你长得有点好看而已 所以 你千万不要多想 话落教室的一片死寂 一分钟后 沈安尴尬地咳了一声 这样啊 我其实是想问你 可不可以帮我拉一下窗帘 林志念尴尬地当场实话 本书最大的恶毒女法派 带着不屑鄙的眼神走来了 不仅会处处 针对徐乐融 还会为了得到白涵不择手段 当初看小说的时候 因为重点都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对他这个恶毒女配 印象不深 但唯有一点 我记忆深刻 就是他让白涵对徐乐融的感情 从懵懂的喜欢 转变成了欲望 具体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是在高中 当时肖孟凡 偷走了徐乐融的衣服 还关上了更衣室的灯 徐乐融很怕黑 在那样的环境里 更是寸步难行 之后 白涵无意中听到消息 急匆匆赶来找人 却没想到 遇上的是那样的徐乐融 恰好这时 肖孟凡带着人来帮助徐乐融了 情急之下 白涵冲进了更衣室 和徐乐融 躲进了更衣室柜子的缝隙 更衣室能躲的空间 本就狭小 两人只能贴近彼此 白涵对徐乐融 从懵懂的感情 便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欲念 这种欲念 就导致两人在高考的前一晚 偷偿了禁国 之后徐乐融落榜 然后就开始了 被白涵支配的一生 等等 那是不是说 一直要我阻止了 这场更衣室的相遇 这本小说 就不会变成小黄书了 那我岂不是就不用 这样小心翼翼的生活了 徐乐融也不会再 重蹈原书女主可悲的命运 这是双赢啊 刚想改变世界线 恶毒女配就从天而降 还成了我同桌 这该不会 是世界给我的惩罚吧 灵支念正郁闷之时 胳膊被猛戳了下 喂 你喜欢什么 灵支念有些不明 所以看向萧孟凡 说说吧 我给你什么 你才愿意做我的奴隶 灵支念听完这 炸裂的发言之后 心里开始吐槽啊 这恶毒女配 是不是脑子有什么病吧 既然没有回话 萧孟凡一边嫌弃的开口 人整的不行 怎么脑子也这么笨 一边开始翻找习题和作业 咚的一声一大落作业 堆在灵支念面前 萧孟凡敲了敲作业 看到这个了吗 这是 每个人都有的 各科的习题和练习册 萧孟凡手暴毙 居高临下 邪逆着灵支念 没错 以后我这些东西 就归你管了 不管是老师留的作业 还是其他课堂什么布置 你都要给我完成 灵支念那些直呼好家伙 原来他不止有病 还想要霸凌我 我现在是个小透明没错 但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小透明 萧总学你可能不了解 我的成绩一点也不好 而且我连自己的作业 都是抄别人 你这个 我爱莫能助 萧孟凡丝毫没有把 林支念的话当回事 是吗 那既然你抄别人的 就不能把我的也一起抄了吗 林支念没有想到 还有这么不要脸到极致的人 平时上课也需要你机灵点 虽然我已经告诉过 班主任我不喜欢被提问 但难保不会遇上 某个标新立异的蠢货 我可不喜欢被人叫起来 什么都答不上来的感觉 我要你做的就这些 听明白了吗 林支念冷笑一声 这十八年来 除了我那个轻声扎爹以外 我还是第二次这么想打人 这就是近距离观赏霸凌现场 萧孟凡嫌弃的上下 打量着林支念 当然这些事 我不会让你白做的 刚刚问你你想要什么了 但你没说 那我就只能自己猜了 看你这个样子 家里应该不富裕吧 随手扔下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 我每个月给你这个书 不止你的零花钱 甚至你的学队省省也都够了 这也让林支念想起小时候 母亲带着他 去找父亲要抚养费的场景 你这个王八蛋 出轨就算了 孩子抚养费你一分不给 信不信我去法院告你 我是你孩子亲爸 你居然想够我 老子真没看错人 你他妈就是个泼妇 破口大地甩上门 赶紧滚 别脏了 我家的门口 思绪被女人不耐烦的喊声打断 喂 你听没听见我说什么 林支念猛地站起身来 努力地平净自己的情绪 正当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时 被旁边的喊声打断 也让自己的理智回归 问恶毒女配变脸到底有多快 上面威胁霸凌同桌 下一秒 秒变温柔女神 害羞地看向沈安 奈何少年不知这一套 毒蛇地开口 把你的手拿开 我嫌脏 萧孟凡一脸不可置信 你 你说什么 听不懂吗 好 那我再直白一些 眼神冰冷的开口 我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仗着家里有点关系 在外就15喝6的蠢货 这也让萧孟凡彻地撕破了脸 沈安你少在那装什么证人君子了 你们沈家是因为和白家有那么层关系 才能勉强在H市 有点话语权 说蠢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说 怎么白寒不愿意和你一起玩呢 果然像他们说的一样 是个怪胎 沈安面对萧孟凡的讥讽面色丝毫不变 我的确不喜欢和他们搅在一起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 还是能和萧爷爷说句话的 我想 他应该很关心 宝贝孙女在学校的表现 最彻底地拿捏住了萧孟凡的命脉 自己的作业你自己做 下次 如果我再看到你欺负别的同学 那就不是 单单只是口头上警告了 哼 算我倒霉 看学渣是如何霸气护气 三言两语拿捏住了萧孟凡 转头就来到女生洗手间外 等待着媳妇的出现 刚从洗手间出来的林志念 就看见沈安站在女厕所门口 沈安 你怎么在这 沈安被问的有些不好意思 说了句路过 林志念感到疑惑路过 路过女厕所 有头看向另一边的方向 男厕所不是在另一头吗 等他回过头来 却发现人已经逃跑了 哎 怎么走了 奇奇怪怪的 现在点击下方测一测 看看那个奥特曼在你身边默默守护着你 再次走进教室的林志念 为了改变命运 已经做好了为萧孟凡写作业的准备 没想到桌子上的作业不翼而飞了 萧同学 你的那些细题册呢 不用你了 我用不起 林志念有些惊讶 这是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多余的感觉吗 林志念放学被邀请去给妈妈亲生 刚坐进车里 就被偏心的母亲一顿说叫 一会儿见了你寄叔叔 你要主动和人家打招呼 别像之前那样扭你捏捏的 但念念 你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 西语是个男孩子懂事官 所以 你得多包容他 知道吗 林志念心里默念着两人的名字 猜测着他们的关系 看来是林志念妈妈的新老公和儿子 和我同岁的话 应该不是妈妈亲生的 虽然不知道他对林志念具体做了 但结合原主的性格来看 八成是那小子有错在先 但他妈妈一味要求懂事一点 这会不会有些太偏心了 但话又说回来 今天毕竟是林志念妈妈的生日 真正的女儿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至少别扫了他的心了 林志念扬起一个笑脸 好 我知道了 不一会儿 男生的不耐烦的抱怨声从外传来 说了不用 你还非要来 放学人这么多 车停的还这么偏 谁能找到你 女人笑呵呵一边道歉 一边去开车门 对不起对不起 温阿姨来得有点晚 没找到好的停车位 西语啊 来 你坐前面 暴躁少年丝毫不领情 哐当一声叫门甩上 谁要和你一起坐 这也将后座的林志念吓了一跳 当看清楚少年那张不耐烦的脸是愣住了 哎 你是那天被我不小心见到水 西语在看见车内的林志念时 抱了句粗口 好吧 我算是知道 为什么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态度那么差了 少女只因 为母亲说了一句话 却被母亲反手打了一耳光 还要被逼道歉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 光美玉为了讨好妓子 殷勤的去盛汤 哎呀西语 今天周神做了他最拿手的排骨汤 阿姨给你盛一碗 我不爱喝 猛的被西语的打翻 男人心疼的叫人抱在怀里 怎么了美玉 是不是烫到了 指着季西语怒吼道 饭你能吃就吃 不能吃给我滚回房间去 关我什么事 谁让他非要给我盛的 给你盛你就接着 不知道那是刚炖好的汤吗 没事没事 老季你干嘛 是我非要给孩子盛的 季西语更加的肆无忌惮 你听到了吧 这是不怪我 而且看着某些恶心人的东西 能吃点饭就不错了 谁能喝下去汤啊 一句一句嘲讽的话 让林志念忍不住的对了回去 季西语 做人不能太监 很容易遭报应 这也彻底的激怒了季西语 草 你这个小婊子说什么 季父听了更是怒火中烧 季西语 你哪里学的 嘴里不甘不敬 老季 阿玉你别拦着我 我看这小子欠收拾 翁美玉家在中间劝架 别 别打孩子 试念令不对 林志念你快给西语道歉 林志念抬眼看向明医商的母亲 我道歉 我凭什么 没等他把话说完 翁美玉抬手就给了林志念一耳光 给我道歉 今天要不是你寄叔叔 我都不愿意让你来 从小到大没一天让我省心 连个生日也不想让我过好 看着翁美玉那张猙獰的脸 林志念只觉得心脏好痛 好痛 这是林志念在痛吗 是谁在你最绝望的时候 为你打起了一把伞 林志念从祭宅离开后 天空下起了雨 林志念不知道走了多久 别墅区都没有公交车站嘛 好累 同时压抑在心中的委屈 一下子涌了上来 林志念 你的妈妈比起我妈妈可差远了 苏软女士可从来不会这样 原来妈妈和妈妈也会不一样啊 心里无比思念着另一个世界的妈妈 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了下来 就在这时头顶的不知何时 多了百余伞 林志念回头一看 原来是沈安 林志念站起身来 一边擦拭着眼泪 一边询问 你怎么会在这儿 少年沉默了一会儿 路过 你知道最近的公交站在哪儿吗 我想回家 沈安认真的看着林志念 知道 我也要回家 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太好了 谢谢 少年应了一句 嗯 很好 手中的雨伞 缓缓向着林志念倾斜 两人来到公交站台 等待着公交车 林志念脑海里 不由自主的去想 饭桌上发生的场景 母亲的一巴掌 厌恶的眼神 隐冰冷的话 像是无数把利剑 刺得他身同 不敢想象 之前他们一起住的林志念 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沈安 你觉得父母真的爱我们吗 如果他们爱我们 那为什么 有人会因为孩子的性别 不是他想要的而舍弃 甚至理直气壮的出轨 为什么有人 组建了新的家庭 就忽视了原本的孩子 而且更爱那个 不是他亲生的孩子 我们对于父母来说 究竟是爱还是责任 又或者 只是负担 沈安想起自己父亲 那厌恶的眼神 孩子 我根本就不想要 沈安 如果你没被生下来就好了 沈安手上落紧 负担吗 一时间沉默的气氛 笼罩着两人周围 林志念猛的意识到 不是 我在跟他说些什么呀 什么父母爱不爱的 和人家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路过 还好心给我带路 我这么说 不是给他添堵吗 且我们两个最多 也只是前后桌的关系 根本就不熟 林志念内心抓狂 我这不是交情延伸吗 啊 你在做什么 意识到自己 做了什么蠢事的沈安 连忙道歉 沈安同学对不起 这 这个只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 你千万别多想 我觉得那个问题 你不一定需要得到答案 林志念愣愣的看向沈安 哎 为什么 因为不重要 得到的答案又能怎么样了 爱也好 不爱也罢 那只是一个答案而已 现实不会因为你解除答案而改变 更何况 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本身就已经预示着答案了 不是吗 说的也是 沈安伸手揉了揉少女的头顶 轻声安慰道 所以啊 别苦恼这些了 不抱希望 也就不会收获失望 两人对世间都红了脸颊 这是什么奇葩操作 前脚打了一耳光 后脚就打电话哭诉道歉 魏念念 你回到住的地方吗 快了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听见林志念冷漠的话 翁美玉瞬间急了 念念不是不是 生妈妈的气了 我知道你今天是在替我说话 我也不该打你 但你也知道 妈妈现在的情况 妈妈在记家 真的是很难很难 你多体谅妈妈好不好 道德绑架的一通话 再次让林志念 再一次感到心口刺痛 这感觉又来了 之前在记家恨不得我立刻消失 现在我走了 又跑来说对不起 这忽冷忽热的态度 真不懂她到底想干什么 也怪不得林志念会这么痛苦了 许久没有听到电话里的声音 翁美玉再次开口道 念念 你再听 没等她把话说完 林志念开口打断了她的长篇大论 你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我吗 翁女士 你既然更看重你富贵安稳的生活 那就过好你的日子 不要来打扰我 我不是你安抚良心的工具 有些事情发生了 就是无可挽回的 听到这些的翁美玉 直接的舞雷轰抵 念念 你怎么能这么说 妈妈 林志念没有在听 直接挂断了电话 喂念念 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 平时哄一哄就能好的 这才几天 不管她翅膀就硬了 这和以前的她 差别太大了 母女两人的谈话 都被继续于收入耳中 少女为了改变命运 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没想到被闺蜜误认为是暗恋计划 周雨昕拿过白纸一脸八卦 这小人是谁 林志念伸手想要将纸张抢回 雨昕你别闹 还给我 不会是你暗恋的人吧 暗恋 敏感的两个词 让后排睡觉的沈安瞬间清醒了 耳朵认真的听着 不愿意放过一丝有用的信息 徐 这旁边写的字是什么 小 不太对 还有朋友什么什么 掌握信息 周雨昕看不出什么意思 将纸张还给了林志念 行了 周雨昕直着下巴 哎呦 生气了 我果然猜对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和他先从朋友做起 然后掌握他的信息 以后再下手 沈安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那个时候 我们应该已经是朋友了吧 想到这里身后的尾巴要得飞起 他会不会也喜欢我 而且 他是不是姓徐 沈安那颗热气的心 瞬间破碎了 脑海里不断重复的飘过 他姓徐 而被误会的林志念 一脸无奈的解释着 完全不是 你一天都在想些什么呀 沈安陷入自闭中 肩膀之上突然搭上了一只手 亲爱的同学 要不要报名一千五百 可怜可怜我吧 不然老王会弄死我的 沈安叹的口气 答应了 张朝激动的不行 这时林志念举起手表示自己 也要报名一千五 张朝眼含热泪的看向两人 你们 天使 简直是天使 激动的将三人的手放在一起 虽然我不记得你们的名字 但是真的谢谢你们 你们以后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呜呜 明明是三个人 害羞的只有两人 那个张朝同学 你的手 哦 不好意思 少了第三只手 沈安主动的握住林志念的手 温柔的注视着他的 林志念回头望去 就撞入少年温柔的双眼里 校园举办运动会舞蹈 肖孟凡与徐乐融共同组织起来 讲台上两人相视而笑 默契的对视 让台下的林志念大叫不好 看来昨天徐乐融和肖孟凡讨论玄武时 相处的不错 徐乐融怕是 已经对肖孟凡抱有好感了 得赶快想个办法了 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件事发生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抽五半吧 这次我们决定采用抓交的方式 班级里所有男生的名字 我都输进电脑里了 女生按学后顺序抽签 没被抽到的男生 则随机两两组合 或者自行组队也可以 座位上的沈安 一脸忧心忡忡 和女生组队 那可以是他吗 但是这种事发生的概率 陈锋的记忆在眼前浮现 去上厕所的小朋友们都回来了吧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去春游了 而年幼的沈安 在身后一边大声的喊着 等等 还有我 一边拼命的追赶着 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老师 我还在这里 我还在这里啊 老师 求求你们不要丢下我好不好 求求你们看看我 从小到大 除了那个恨我的父亲 我几乎会被所有人忽视 就算自己拼命去交朋友 但这会甚至连名字也被人记住 有时甚至会有些荒唐的念头 如果世界是一本故事书 是不是上天忘了书写我的剧情 才让我的人生这么荒谬可笑 除了他 他能看到我 会记住我 当喊到林芝念试 他扑通扑通乱跳 看着他接过纸张 心里不断的道歉自己 不 别去期待 没有期待 就不会失落 这是信誉女神的眷顾吧 林芝念成为了沈安的舞伴 沈安 你是我的舞伴 少年像是不在意结果 冷淡的恩了一声 好冷淡的反应 他不会是不想和我组队吧 而转过身去的林芝念没有看到 少年脸颊上浮现的笑意 居然 真的是我 太好了 放学的路上 周雨昕一直抱怨着 话是这么说 但我这手气也太差了吧 群绊那么多男生 这我抽到的外料棚 我都不敢想和他跳舞 会是什么样子 林芝念耐心的开解着他 其实他人还挺好的 我觉得 我们不应该因为外貌而歧视他 周雨昕无奈的叹了口气 我也不是歧视他了 就是觉得 尴尬 像是突然想到什么好主意般 激动的说道 你要是觉得他好的话 那你和我换 林芝念背着突然的提议好的有些猛 林芝念张口想要答应 却发现自己 竟然没办法立刻答应 脑海里浮现沈安倾笑的脸 我并不排斥外料棚 但有种不舍得的感觉 什么呀 太奇怪了吧 林芝念摇了摇脑袋 想要把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去 看吧 你也不想和他组队 还说我歧视 真是 林芝念想要解释 却被周雨昕打断了 不用解释 我手气差我自己能接受 你是不是还要练长跑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哦好 再见 走我怎么突然换个换尸的 难道是最近压力太大了 一定是这样 毕竟徐乐龙的事情十万火急 还是继续想 怎么解决更衣室那件事吧 那你有危险也不行啊 我会很担心 一句话 让两人都脸红不已 原来就在当前 林芝念在校门外 看见了上次的一群小混混 担心沈安被小混混欺负 叫人拉到角落 是因为上次车 快来找你报仇吗 还是说你们有什么其他过节 见到沈安一动不动的盯着自己 林芝念有些着急的道 嗯 不是 都这个时候了 你居然还在走山 你刚刚在想什么 林芝念顺着沈安的视线往下看 直到落在他抓住少年的手上 林芝念只觉得脑子里一阵轰隆的响声 对 对不起 我一紧张手 就会下意识抓点什么东西 随机快速的脚手松开 你不用紧张 虽然你上次帮过我 但他们最终要找的人是我 我不是在担心这个 我是说 你要怎么办 沈安一脸平静淡然 我 我会把他们引到天屁的地方 只要加点力气 很快他们人数上 就不占有舍了 而且打过之后 他们就会消失一段时间 很方便的 你不要一脸平静的说 这种话 喂 沈安语气认真的 看向林芝念 总之 这次你不要参与了 我不想你遇到危险 林芝念担心极了 心里的话脱口而出 那你有危险也不行啊 我会很担心你 四周瞬间变得安静无比 四目相对间 两人都羞红了脸颊 他刚刚说的是 我刚刚说了什么 两人不害羞的错开视线 都是同班同学嘛 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 嗯 我想也是 这就是沈安被小混混 穷追猛打的原因 原来小混混们把沈安 误认成了自恋狂白寒 悲催的是 无论沈安如何解释 他们都不相信 坚持的认为他 就是白寒本人 林芝念想要报警解决问题 却被沈安拦下 不行 无论是校领导还是警察 这后他们都一定会联系家长 必须让我父亲知道这件事 我宁愿选择自己逞强 他会说出那样的话 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嘛 林芝念拿着手机 回头对上林说着 我明白了 不过 我又不会被联系家长的办法 你信我 等我一下 我去去就回 林芝念扒在保安室的窗口 可怜巴巴的 看向保安大叔 叔叔 我害怕 在了解情况之后 保安大叔拿着电棍 向小混混一群人走去 居然还这么嚣张 叔这就找他们去 小姑娘你放心 我保证 让他们再也不敢出现在学校门前 谢谢叔叔 你也注意安全啊 在保安大叔走后 林芝念快速的拿起公用电话 拨打了110 您好 这里是H市派出所 喂您好 这里是德语高中 我们学校门口 有一些形机可疑的人 保安大叔已经过去查看了 但他们人很多 能不能麻烦你们过来看看 好的 我们这就过去 挂断电话以后 林芝念松了口气 用保安室的座机打电话 不会留下身份信息 本会只需要趁乱赶紧离开 就不会联系家长 之后 学校肯定会加强管理 无论他们和审安之间的误会 能不能解开 至少在校门口堵人这件事 不会出现 林芝念探头朝向外望去 没想到就看见 惊掉下巴的一幕 保安大叔一个 得志体美劳鞭腿 外加一个乌鸦坐飞机 动作快的两人都没有看清楚 一群小混混就被追着逃跑了 这究竟是干了什么亏心事 竟然见到警察叔叔就跑 当看见校门口停下的警车 林芝念按叫一声糟了 事情根本跟预想的不一样 这下警察恐怕要向我们询问情况了 林芝念拉了拉沈安的衣袖 示意他先走 自己来断后 但如果警察要联系你父母 林芝念苦笑的摇了摇头 没事 又不是第一次了 这让沈安看得不是滋味 哎 同学 你知不知道 还没等警察把话说完 沈安一把握住林芝念的手 拉着就跑走了 被少年握住的手温暖无比 林芝念的脸颊 也不知什么时候泛起红霞 身后的警察一脸蒙圈 怎么看见我们就跑啊 警察叔叔又不抓早恋 没事 我记得咱们学校官退休以后 就在学校当保安 我们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 一路上两人不停歇地跑着 沈安你 你拉我干嘛 我都说了没事了 学校进出都只能走那一个门 这一下我们俩都走不掉了 我早该想到的 出学校还有别的方法 啊 什么办法 翻墙 两人一路跑到学院后墙处 就在这里 前有公主抱 后有教导主任抓早恋 为了不受处罚 林芝念咬牙跳了下去 被少年稳稳地接住 就在几分钟前 两人为了躲开小混混 决定翻墙去校 林芝念一个利落的动作 爬上栏杆处 得意地向少年眨了眨眼 小菜一叠 沈安被少女的笑容晃了眼 心脏不受控制地扑通扑通乱跳 脸颊羞红的别开眼 开心不过三秒钟的林芝念 悲催地发现自己下不去了 怎么比里面高这么多 你有可以踩的地方吗 这也差太多了吧 林芝念有些久不得回头 沈安 完蛋了 我可能下不去 是谁刚刚说的 小菜一叠 等着 马上来救你 少年一只手撑着栏杆一跃而下 全着地 沈安向林芝念伸出双手 跳下来 我接着你 望着底下的沈安 林芝念还是有点担忧的 这个距离 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 这又不是影视剧 万一把它砸坏了怎么办 林芝念 你还是帮我找个可以垫脚的东西吧 就在这时 身后想起一声怒合 是谁在那边 墙上那个 还不给我下来 当看见是教导主任时 林芝念魂都吓飞了 教导主任 这要是被他抓住 那我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屁股上 两眼一臂跳了下去 想象中的痛感没有出现 整个人被少年稳稳地抱在怀里 这么轻 怕什么 我没有 在两人的心跳 跳得越来越快时 然后一道怒吼声 将两人从暧昧的气氛中拉回现实 你们两个 哪个班的 这我还没发火 立刻给我回来 不然我明天 就叫你们家长 按讲主任的身高 他应该跳不上墙吧 而且天这么黑 他根本看不清我们的脸 问题不大 趁现在 快溜 快走 快走 眼前自己喜欢的少女 却让自己盯着另一个男生的一举一动 沈安瞬间心碎了一地 第二天的体育课上 眼看着肖孟凡和班长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我旁敲侧击过几次 但班长显然没有往心里去 她是真的太渴望交到女性朋友了 正在她苦恼 如何进行下一步计划时 眼前多了一瓶矿泉水 喝水吗 我正觉得热呢 谢谢 沈安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开口询问道 你已经安生叹气好几天了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林志念面路为难 这个嘛 沈安察觉到了少女的纠结 如果不想说也没关系 我没有要探听你隐私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或许两个人面对 总比一个人要好得多 沈安害羞地扭过头去 一瞬间 空气都变得沉默起来 你怎么不说 当与林志念对视的时候 才发现 少女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淡定的沈安 再也不淡定了 怎么 眼看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沈安的心跳 不由得加速跳动起来 我之前的话那么明显 她是不是发现我喜欢她了 少年紧张的脸都红了 等待着少女的宣判 林志念丝毫没有get到少年的心思 豪迈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还是得集思广义啊 莫名其妙的话 让沈安有些猛 沈安 运动会的时候 你能帮我盯一下白寒的动向吗 听到这话时 沈安的心都碎了一顶 为什么 林志念丝毫没有察觉到少年的异样 继续说着 不需要时刻盯着 只要看到 她一个人要去哪的时候 来告诉我就行 沈安眼神受伤 原来 你也喜欢她吗 而听到这些话的林志念 一脸狂逼 蛤 不是 我是为了 为了什么 沈安眼神期待的 总带着不一样的答案 这个很难解释 总之 如果你能帮我盯着她的去向 就真的帮大王了 林志念的答案 再一次的将沈安心中的希望摔了得洗碎 沉默了一会儿 沈安出声 知道了 我会帮你的 僵硬的站起身离开 看着少年沉默的背影 林志念之后觉得 察觉到哪里会怪的 回家路上 沈安心情糟糕厚了 偏偏这个时候 遇见罪魁祸首 喂 沈安 你听一下 见沈安丝毫不打理她 居然无视我 她今天吃错药了吧 老着 接听她 汽车一个急转弯 将沈安拦下在路边 那几个小混混的事我解决了 他们不会再来找你了 沈安敷衍的呕了一声 这让白寒十分不爽 你这是什么反应 干嘛 我还得说声谢谢吗 白寒自知李亏 深吸一口气 强压着怒火 上车 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 少年依旧冷淡的道 不去 骑着单车就要离开 却被白寒拦下 你又犯什么病 让开 我要回家了 我要是不让你 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 剑拔骨张起来 我说最后一次 让开 我要是偏步呢 怎么 想打架 闪开 不想理你 沈安 我好生好气跟你说话 你这什么态度 电光火石之间 两人就掐了起来 我天 这小祖宗 怎么又跟人掐起来了 都被打了 司机大叔领住 两人命运的后伯格 成功将两人分开 沈少爷 小混混那件事 的确是我们的疏忽 夫人知道这事以后 觉得很抱歉 所以才让少爷请你去吃饭 我知道 多谢了 只是我今天心情不好 而且 我太想看你了 突然被点名的白寒 怒火蹭蹭的往上上 你说什么 而沈安直接无视了他 对管家说道 你回去告诉姨妈 都是小事 让她别放在心上 我过几天再去看她 司机大叔一边回应着 好 好的 一边拦住张牙舞爪的白寒 保证你放开我 我今天绝对把这家伙 做得满地找牙 当林之年换上演出服时 沈安见了 心脏再次的不听使唤的乱跳起来 怎么感觉有人在看我 他应该 没注意到吧 再次看去 却发现没了人影 人呢 一低头 却发现人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 沈安 你不对劲 有吗 我没觉得 我挺好的 沈安看向一边 不敢与林之年对视 那你这几天 为什么总躲着我 不会是 少女的身体越来越近 手指在窗壳的位置戳了戳 怕我嘲笑你的伤 是不是耍帅骑车摔的 沈安眼神受伤 看着林之年 算了 你不会懂的 随即转身落寞地离开 林之年小跑地追了上去 别走啊 我是逗你的 你这样 我肯定很在意啊 是我惹你不开心了吗 沈安突然停住脚步 林之年一个没注意 撞上了少年的背景 你真想知道吗 当然 那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说 你喜欢白寒什么地方 内心直呼我和他 究竟差在哪 少年的一个问题 直接把林之年问猛了 我喜欢白寒什么地方 啊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真的吗 林之年回复的很坚定 当然是真的 他这个人 自私 蛮横 高高在上 还骄傲 自负 欺负弱小 想到书中 白寒请过徐乐龙的场景 林之年就嫌弃的不行 最重要的是 他不懂尊重女生 还有点变态 沈安听了 五嘴倾咳了一声 情念念气呼呼的 看向沈安 你觉得 我会喜欢他这种人 那你还你让我关注他 那个 我是为了 为了 这要怎么解释 我甚至连林之年都不是 要不随便找个理由 骗骗他 但 唯独沈安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想骗他 我是 知道有一件不好的事要发生 是这件事 牵扯到了白寒 还有徐乐龙 如果他们出事的话 就连我也会受到影响 我接下来的生活 能不能如我所愿 全看我能不能阻止这件事 这对我很重要 我这样说很抽象吧 你肯定不会相信 但 我信 少年坚定的回答 让林之年愣了一下 抬眼就对上少年笑音的脸 我相信你 林之年还想说些什么 就在这事 被远处老师叫集合的声音打断 少年害羞的往前走 林之年注视着少年远去的身影 笑容灿烂的小狗追上去 你干嘛突然跑那么快 你还没说 你为什么躲着我呢 没事 那个不重要了 怎么就不重要了 你怎么还加速了 见过嚣张的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嚣张的 林之年打量着 被人群簇拥而来的少女 她就是周南 与兴说的那个三班的长跑健将 看样子 似乎实力很强 周南伸手猛推了一下林之年 一剪路完了就赶紧走 在这发什么呆啊 但似乎过于嚣张了 喂 三班周南 23号 周南傲慢的看了一眼林之年 怎么 你还有识 算了 没必要和这样的人起冲突 比赛赢过他比什么都强 林之年离开人群 在空地上做起了热身运动 周南 已经有人在做热身运动了 你要不要也准备一下 周南满脸不屑 热身 是 一副小垃圾的样子 就算我今天饭都没吃 也能轻松扣他一圈 他不让人骂一下 不舒服似的 哇 同学 你好厉害 比赛还没开始 就能预测到结果了 周南得意的扬起下巴 那当然 但其实吧 我建议你低调一点 毕竟真有实力的 不会心在脚 不然你就只适合参加门了 你说对吧 加油 我看好你 没反应过来的周南 本能地应了一声 见人离开 这才猛地反应过来 不对 他在骂我是狗 你喜欢一个人 会倒白吗 少年一边盯着白寒 一边想着林之念 下一个应该就是 女子1500米了吧 也只有这个位置 既能看到一般 又能看到赛场了 他说的那件事 到底是什么呢 好想知道 我那时候 为什么要这么说 沈安有些后悔 当时耍什么帅 此时脑中的小恶魔开口道 就算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就能问出口了 那我肯定 还是问不出口 这人没救了 要我说 你就直接表白算了 到时候关系尽了 那秘密 还不是手道勤爱 沈安挥手打断了 这个危险的想法 去去 什么馊主意 小恶魔生气了 怎么还不让人说了 你小子每天睡觉 前部都在 表白 沈安望着栅栏的天空 有些出神 一旦说出口 会改变的东西太多 我没办法承受那样的风险 其实 只要他还能和我说话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不是吗 好不容易打发完疯狂的迷妹 白喊几人 就被老师叫过去搬东西 而另一边 在肖孟凡的故意设计下 让同学不小心将饮料 全部洒到徐乐融身上 哎呀 班长你怎么站在这 我根本没看到你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也是我没注意 对不起 给你纸巾 徐乐融结果纸巾擦拭着 身上绵糊糊的液体 让他看上去十分的狼狈 就在这时肖孟凡出现了 天 这是怎么弄的 你快别拿纸巾擦了 都沾脸上了 这些东西先放在 我带你去吸血 正好老师给了我 学校舞蹈师的钥匙 那你现在没人 衣服就穿跳舞用的那套吧 也好 那就麻烦你了 宁愿得罪君子 也不要得罪小人 一声枪响后 女子1500米长跑正式开始 宽阔的赛道上 瞬间变得拥挤起来 我的体力足够 先要和他们拉开距离 不只是谁撞到了灵芝念 身体中心不稳 摔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的沈安 只觉得五雷轰抵 怎么回事 当才是不是有人推他 该死 我还得在这看着那个白痴 身后两人肆无忌惮的嘲笑着 瞧瞧 又有个身体不协调的 快 拿手机拍下来做短视 沈安回头 用看死人般的眼神 成功将两个位吃瓜群众 吓得瑟瑟发抖 看到了吗 前面那哥们 刚才眼神跟要杀人了一样 好吓人 跌倒那个 不会是他女朋友吧 是谁故意撞我 灵芝念成起身 入演的就是前方中男 你居然玩音的 很好 三班的荣誉 长跑见将士吧 要是被一个气跑 就摔倒的人赢了 你所谓的骄傲还会存在吗 今天这个第一我拿定了 灵芝念很快 将一群人甩在身后 周南一回头 看见灵芝念 已经要赶超自己了 好快 受伤的小腿 不断传来专心刺骨的痛 怎么感觉腿有点疼 这怎么可能 从来没有人能跟得上我 更何况大海 白寒忙了一天 正准备喝水的时候 去发现自己的水 没了 心情更加的潜躁 背起书包就准备离开 小弟见状 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这该不会又是 韩哥你千万别生气 我一会儿陪你去调监控 现在老师都在这看着 你可别 人这么多 看监控能看出什么 烦死了 我去楼里冲的走 不好 沈安全部注意力 都在灵芝念身上 就还剩半圈了 加油啊灵芝念 习惯性的往旁边看去 却发现人不见了 该死 这家伙乱跑什么 找到了 看样子 他是要去教学楼 独自一人 去的地方人还很少 纵身跃下观阵台 这是灵芝念说的 那种情况吗 以防万一 我先去告诉他 赛场上 被紧追不舍的周南 心里有慌 他是输狗皮膏药的吗 沾得这么紧 而灵芝念 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还差十米左右 我就能追上他了 但我的体力 已经到极限了 根本没力气再冲刺 就在这时 沈安出现在少女身旁 灵芝念 是 脚步别乱 我陪你一起跑 也不要说话 就差起 你听我说 白寒去了教学楼 独自一人 等等 该不会就在这个时候 视线看向 为他加油的周雨昕 悬着的星周雨死了 你怎么会在这 少女为了阻止剧情的发展 也为了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身体爆发了巨大的潜力 周南眼看 自己就要被超过 故技重施的 再次向灵芝念撞去 而少女早做黄辈 身体灵活的 往后 撤了一步躲过了 周南的暗算 周南自食恶果的摔倒在地 一个招式用两次 你是蠢到觉得 我不会躲吗 观赛场上的六班老师 与同学看见周南摔倒 都下意识怀疑 到了灵芝念身上 怎么回事 周南怎么这时候摔了 不会是 九班的推了他吧 你们去问问周南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灵芝念最终拿下了第一名 行了你们 别光顾着高兴 快去把人接回 灵芝念人呐 另一边心情正好的肖孟凡 被灵芝念撵住 讨要更衣是个钥匙 是 什么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现在立刻把钥匙给我 对我们两个人都好 是你啊 慌慌张张的吓我一跳 我没有你说什么钥匙 而且 就算我有 你要 我就要给你吗 肖孟凡丝毫没把灵芝念 放在眼里 让开 别挡我的路 手被灵芝念一把抓住 我本来想 给你留点脸面的 既然这样 我就发到学校论坛好了 你手上的发带是白寒的 对吧 不仅如此 你还透过他的水杯 衣服 甚至还有 他丢过的垃圾 少年在更衣室内换衣服 突然从隔壁传来 女孩乌业的抽气声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做 不要过来 什么声音 隔壁 有人在哭 白寒敲了一下门 喂 谁在里面吗 从房内传来的抽气声 更加的清晰 救我 求求你 是有人被困住了吗 听声音似乎 遇到什么问题 少年拉动门 把手刷的医生门开了 灵芝念抵在门口 你干什么 偷窥女更衣室 我是听到里面有哭声 没等他说完 就被灵芝念打断 有什么声音 这也是女更衣室 你一个男的就不该进来 懂吗 白寒被堵的一句话也没说 只冷冷地看着少女 这时身后 徐乐融的道谢声 打破了将军 是 灵芝念吗 谢谢你 看到徐乐融的那一刻 白寒正住了 正要询问他 怎么会在这里时 再次被灵芝念打断 关你什么事 你 灵芝念是吧 好 我记住你了 离开后的白寒 愤愤不平地吐槽起来 今天真是倒大煤 丢东西就放了 我 偷窥 简直是笑话 这熟悉感觉是 沈安 转头 就对上沈安那副 牵奏的样子 看什么看 白寒气的咬牙切齿 脑海里不断想起 老妈警告自己话 你小子要是再敢 和沈安打架 我一定扒了你的皮 要不是我妈 我绝对 脑中自动浮现 两人的眼神 一样的让人不爽 这俩人是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吗 这是我见过 最拼命的女主 为了改变剧情 不过自己身上的伤 也要去改变 接下来发生的剧情 再次醒来 自己已经躺在了 衣物室的床上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事 睡一会儿好多了 旁边的笑仪老师 看不下去了 什么没事 扩了一家脱水 我就没见过 谁常跑完又跑楼梯的 腿不要了 知道了 谢谢老师 这个同学 你在这里陪着他 我去看一下隔壁的那个 好的 看着笑仪老师 一边吐槽 一边离开的背影 明知念开口道 看来运动会的伤员不少 我记得笑仪老师 平时都很温柔的 你还记不记得 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话说到一半 猛然发现 沈安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他没醒之前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 为什么不放弃比赛 为什么知道 徐乐龙会有危险 和白涵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能预知 这件事会发生 但等他真的醒过来 我却一句也问不出口 这些都是他的隐私 他凭什么会告诉我 而且 如果因为我的追问 他疏远我的话 突然少年的脸颊被戳了一下 沈安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就被上林志念做的鬼脸 略略略 沈安被吓了一跳 随后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林志念见了也非常开心 嘿嘿 终于笑了 你刚才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该不会 是在担心我吧 突如其来的靠近 让沈安下意识地 看向两人近在咫尺的唇弹 林志念却突然做回 举着手表示 没事的 你看 我完全不 没等话说完 沈安在少女的膝盖上拍了一下 林志念痛得瞬间 面容扭曲起来 当沈安问他 值得吗 林志念回答得坚定无比 当然 你都不知道 你帮我多大的忙 我现在感觉 未来一片光明 一个认为班主任 不会帮自己的学生 一个认为班主任 不是那样的人 哎呀王老师 还是你好说话 但是我去过裁判那儿了 裁判居然说是周南自己摔的 你说多离谱啊 王老师抽回被拉着的手 一脸一坐 老师的任务是教书和育人 运动会虽然练的是体力 但我们至少也该教会孩子 输了也要有风度 不要输不起 现状徐乐融开心地 跟周雨昕分享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雨昕你看 我就说王老师他不会 而这在周雨昕 只觉得徐乐融是在嘲笑他 就你说什么对 行了吧 我就知道 和你说话准备好事 以后你离我远一点 丢死人了 转身漫漫烈烈地离开了 医务室内 刚从电话中得知 三班的人 竟然恶人先告状 反咬一骨 抬眼一看 病房门外来了个不速之客 里面的就是那个 推人的小罪人嘛 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找他 聊聊 林志念丝毫不怕 你这个称呼很别致啊 确实是和周南 你说什么 没事 我自己处理 小心点 你应该是周南的朋友吧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场面来看 他的朋友应该很多 要是一个个都来找我聊聊 不仅你们累 我也烦 所以我建议你们 要不 就再去找周南问问情况 要不就安心接受 我是第一这个结果 因为不管你们来几次 有多少人 这个结果都不会改变 雨昕彻底被激怒了 妈的 我看你是 抬手就想要给林志念一个教训 没想到被林志念一手抓住了 多少年了 校园霸凌就不能换点有心意的招式吗 既然想要被人看到 那自己就该先走到有光的地方 问题同学在班主任的到来下 把腿就跑 眼看班主任就要拨打父母的电话 林志念连忙出声拒绝 不需要 老师 我真的没事 还没到要通知家长的程度 而老师却误会了 胡闹 我知道 你们现在这个年纪 追求独立个性 但也要分场合 不是 林志念张了张口想要解释 却不知道怎么说 我什么也不说 你又带着一身伤回家 父母会担心的 知道吗 就在这时 沈安挡在林志念面前 您怎么就能确定 父母一定会担心呢 什么 或许对有些人来说 有些事让父母知道 是添了更大的麻烦 老师沉默了一会 也没再要求通知家长 我先下去开车 你到校门口等我 我送你回去 谢谢老师 随机只向沈安 还有那个 沈安 他的腿不方便 你背他下去 男生多照顾下女同学 嗯 我知道了 被背着的林志念 有些不自在 沈安 我记得你明天 还有比赛吧 为了保存体力 我觉得 你还是把我放 沈安打断了林志念 没说完的话 三班的那个李韵 是个不太好惹的角色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还可以找警察叔叔 未成年解决不了的事 就要找成年人解决吗 不管是面对他 还是处理方法 都很冷静 他刚进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会 害怕吗 那个没用 我之前试过 不仅如此 还会给欺负我的人 带来成就感 其实真算起来 李韵这种带人 找上门的算少数 因为容易留下把柄 我经历的更多的是 被孤立 被嘲笑 被排挤 当然 我也恐惧过 崩溃过 甚至哀求过 但是换来的 却是变不加厉 学校并不是像压榻 弱肉强食的规则 在这里也一样适用 所以 我学会了反抗 学会了如何防御别人的攻击 更学会了把目光 放在自己身上 我要让自己发光 我要自己争一个未来 让那些黑暗不能 也不敢再靠近我 所以 我为什么会怕呢 那条不满阴暗的路 我已经走过来了呀 一个书中 注定是透明人的男配 为了站在他面前 为了摆脱透明人的命运 沈安势必要拿下这场比赛 沈安 从小到大 正教练训练我们的时候 你哪次赢过我 这次 你突然挣扎什么 你到底受什么刺激了 沈安摆了他一眼 回了句 管你屁事 这样的态度让白涵感到陌生 你最近简直跟换了个人似的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沈安摇摇头表示没有 不是 为什么 观众台上 周雨昕指着蓝色的身影 念念 那个是你后桌吧 对呀 怎么 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 帅 不不不 再帅也不能有白涵帅 还得是白涵才行 男主光环害人不浅 周雨昕一脸坏笑 你该不会对他 你脑子里除了这些粉色泡泡 能不能装点别的 我周围还没有人谈过恋爱呢 不如你和沈安组合在一起 让我好好刻一下 我拒绝 身后的徐乐容 尴尬的出声 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周雨昕一脸厌恶的看着他 执念 班长 有什么事吗 这个很好喝 是我中午去排队 没什么 你 你愿意尝尝吗 给我的吗 哇 谢谢你 没 没事 你喜欢就好 这让周雨昕感到很不爽 故意出声 将灵执念的注意力 转移到沈安身上 念念 快 沈安冲刺了 是吗 这么快 被忽略的徐乐容默默的离开 周雨昕看了一眼他 转头继续为白涵加油 沈安加油 冲啊 超过白涵 哦 沈安体力逐渐不支 只差一步 听见灵执念的加油打气的身影 沈安犹如瞬间充满了电 在最后一步赢了比赛 他是他赢了比赛第一个相见的人 在沈安赢下比赛的那一刻 灵执念耳边传来钟声 疑惑的回头看向正中央的时钟 嗯 我怎么好像听到了钟声 什么 咱们学校的钟 只在十二点的时候 这个时间不可能了 大概是我听错了吧 从此刻开始书中的男女主变成了 沈安与灵执念 两人四目相对见 暧昧的气氛在无限蔓延 眼看沈安要开口说话了 周雨昕激动的不行 这该不会是要表白了吧 我 周雨昕内心呐喊诸威 说呀 快说啊 背后突然伸出一只手 推了沈安一下子 打断了所有的暧昧气氛 你小子 得了第一就抛尸吧 到底受什么刺激了 说啊 周雨昕内心直吐息 哪个不长眼的 在这时候破坏气氛 白涵一脸嚣张的看着他 你有意见 周雨昕瞬间激动晕了 满脑子都是白涵在我面前 雨昕 雨昕你心情 你可以滚远一点吗 我说过了 我对你无可奉告 沈安嫌弃的 弹开白涵的手 你觉得 我是那种半途而废的人吗 问不到我瞧的答案 你今天就别想甩掉我 林志念疑惑的询问 你们认识 沈安和这个世界的男主是朋友 怎么没听他提起过 不熟 这个答案 听得林志念一脸问候 白涵更是咬牙确齿 不熟 好好好 沈安 这个是你说的 喂 林志念对吧 看到我旁边 这位同学了吗 他 八成是喜欢你 这是我见过的最强助攻 一句话 把两人都褶红纹了 林志念用眼神询问 还有这种事 沈安慌乱的 捂着乱跳的小心脏 不是他 没有 但是很可惜啊 他明显是喜欢我的 我这双眼 看透的太多了 白涵翻自恋的话 将两人干沉默了好一会 林志念也松了口气 什么呀 吓我一跳 沈安有些失落的 低垂着眉眼 随即林志念就对白涵一顿输出 白涵 你除了瞎掰 还会什么 神经 是吗 你要是不喜欢我 白涵自信的指了指他手中的咖啡 为什么要拿着这东西来送我 而且我最近喜欢 这个口味的消息 你还是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吧 林志念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着白涵 你在说什么 这是我们班长丢买的 我只是当他走得急 还没喝而已 这让白涵有点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那天故意对他说的 想起昨天 自己故意在徐勒荣的路过的时候 说自己想喝 那家的咖啡 原来他并没有把自己说的话放心上 这一刻白涵的心情郁闷无比 一言不发的离开了操场 走了 他这是恼羞成怒 不知道也不重要 对了 你刚刚是想说什么 就是白涵没来之前 哦 那个啊 想到自己要说的话 沈安没在开口 寻找了转移话题 我忘了 等想起来再和你说吧 林志念比了个OK的手势 举着周宇新网交涉走 刚刚赢了比赛太兴奋 完全没顾及到他的感受 如果当时说出口 恐怕会变成他的困扰吧 而且 就算要表白 我也不需要白涵那小子替我说 总会有更好的机会的 我相信这一点 改编命运之后 林志念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下周的月考 终于来了 那个属于我的第一名 但如果名次升得太快 会很奇怪吧 看来 需要制定成绩稳步提升的计划了 月考 其中期末考 还有随堂也要算上 也不能一直提升 还要回落 何年何月啊 林志念可爱的举动 让沈安不自觉的勾起唇角 放学后 林志念发现自己的父亲 来接他回家示范 车内不断响起 男人的序道 你方姨知道你要来 正在家里煲汤吗 韩寒也天天吵着 要见你这个姐姐 见不到就要哭 他们都想你想得紧呢 上次见到林志念的爸爸 还是在警察局的时候 这次他招呼都不打一声 突然出现 难道又是像翁美玉一样 是这位方阿姨的希望吗 林志念初言 打断了林父的话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不如你直说吧 不然 我到你家之后 再给你丢脸怎么办 林父文言有些责怪的开口 你这孩子怎么 和爸爸说话呢 什么就丢脸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我林德群的女儿 我们是一家人 林志念有些心不在焉的 看着窗外的风景 你腿受伤的是 为什么不想 告诉爸爸 林志念意识到 班主任还是打电话通知了家长 沉默了一会 开口 因为没这个必要 大家都挺忙的 而且又不是什么 不省人事的大病 林父无奈的叹了口气 大掌温柔的揉了 林志念的头 哎 你呀 从小就懂事 那年生病了也一生不坑 要不是我睡前捏了 捏你的脸 恐怕第二天你就 哎 也怪我 那时候没本事 你妈呢 又不是甘愿过平凡日子的人 天天吵越吵 孩子能健康的才怪 但是小念你记着 不管怎么样 爸爸都是你的爸爸 而且现在我也有钱了 你做什么爸爸 都能给你兜体 所以在遇到事 要告诉我 好吗 林志念内心有些触动 请等了一声 这是林志念第一次感受到 倾庭的温暖 进入屋内 就被小团子吓了一跳 一压 林志念那里接触过小孩子 被这一出吓得往后退 小孩子在护栏内 哥哥笑得开心 小念 来吃饭了 你被他吓到了吧 他爸躲在围栏外面 吓他 结果被他也学问了 林志念没太大的反应 哦 太好 转身离开了 留下风中凌乱的方怡 这孩子就是比较冷的性格 还是我说错了神 什么他爸 那也是他爸 不对 我应该说你爸才对 本来就是后妈 这下更到人烦了 这个方怡好像有点可爱 饭桌上方怡有些手忙脚乱 嘴里不断的碎碎念 他怎么不下这边的菜 是够不到吗 这边是甜口的 女孩子应该都喜欢吧 不对 还得吃肉菜 不不 还是那道更好 这让林志念感到很温暖 方怡 那盘菜我够不到 能帮我盛一些吗 方怡心花怒放的 开始喂林志念的菜 多吃点 锅里还有吗 看着满满辣辣的饭菜 林志念有些汗油加倍了 谢谢 谢谢 真好啊 不管是环境 还是饭菜的苦味 都有一种幸福的味道 可怜的沈安 大半夜遭到了白寒的威胁 如果你不想周一 在学校看到沈安 我亲爱的表哥 你的表弟有事找你的横夫 那么 这和你没关系 说你的事 白寒轻咳了一声 那我可就说了 你千万别害怕 嗯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沈安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他好像已经被什么东西改变了 沈安思考了一会儿开口 你初中时期的中二病还没好吗 所以 你刚才是在想这个 我说的是真的 我之前能感受到 这个世界和我有共鸣 只要是我想做的事 不管多困难 到最后都会有令我满意的结果 但最近 这种感觉消失了 我还能感觉到 曾经和我拥有链接的人 我们之间的那层联系 断了 哦 沈安敷衍地回复 让白寒再一次怒火出声 你根本就没在停止吧 算了 和你说不清 我还是用更直接的办法吧 你想不想追灵之念 自拉一声 作业本上划出长长一条飞线 语气依旧冷淡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虽然那天我闹了个笑话 但有一点我没有说错 你绝对是喜欢他 一个最不可能暗恋人的人 却暗恋上少女 被揭穿的白寒 气急败坏地解释 你瞎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喜欢什么女生 而且还是暗恋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搞笑 沈安无所谓的怂怂肩 哦 那是我猜错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继续复习了 白寒一把抓住椅子 等一下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 我准备拿帮你追灵之念 作为条件 让你帮我 帮我创造机会靠近他 你就差点斜脸上了 直白的话 直插白寒自欺欺人的小心理 你这家伙 喜欢怎么能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太羞耻了 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要羞耻 如果硬要说的话 我会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而感到羞耻 而不是因为喜欢他 现在我想要的你知道 而我开的条件你 也了解了 所以你同意帮我吗 沈安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同意 白寒有些不可置信 啊 为什么 有我在 你难道还怕追不到林真念 是因为我不知道徐乐荣喜不喜欢你 白寒 感情不是交易 喜欢的女生也不是商品 她没有自己的想法 难道就因为你喜欢 所以我就要想尽办法帮你得到她吗 这到底是追求还是狩猎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那你要怎么确认 直接去问 沈安有些无语的符合了 当然不是 至少要先观察一下她 看到你的反应吧 另一边 林真念与家人一起野吹 看见父亲手里 拿着棍重的篮子有些吃力 向前想要去帮忙 我 我来帮忙 不用 客人就要好好歇着才行 客人两个字重重地敲击在林真念心里 耳边的欢声笑语 好似都在嘲笑她 只是个客人 那个瞬间 我突然明白 其实我并不是对幸福过敏 而是因为 那幸福并不属于我 我永远 只是个局外人 两人这是亲在一起了吗 林真念一个人呆呆的 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身后有人突然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哎呦 从近小区我就看到你了 摇摇晃晃 像丢了魂似的 林真念后头一看 原来是楼下的张奶奶 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 正好我刚买的菜 奶奶给你做 林真念刚要拒绝 就被张奶奶打断 你帮我把菜篮送上去 备用钥匙你知道在哪 我把鸡蛋忘了 我还得回去一趟 乖丫头 你先上去等我 看着剑步如飞的张奶奶走远 林真念有些没反应过来 好 好的 要是转动咔哒一身门开了 把东西放下就回去吧 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 反而会浪费了张奶奶的一番好的 而且 万一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候 我怕是会当场哭出来吧 林真念将所有的负面情绪压下 没关系 坏情绪 我自己消化就好 不能给别人添麻烦 林真念刚走出门 原本黑暗的楼道里 缓缓亮起了温暖的灯光 林真念回头 顺着光源的地方望去 对上沈安错愕的眼神 林真念 沈 沈安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帮房东奶奶换灯泡 到时你怎么会 等等 沈安脚下一个不稳 顺着惯例往前摔去 大喊道 快躲开 林真念没有躲 伸出双手想要戒助她 太高了 要是直接摔在地上 摔下的那一刻 沈安护住林真念的头 两人一起摔倒在地 沈安想起刚才危险的情景 还有些后怕 你怎么不躲 我怕你会受伤 所以就 那你自己受伤怎么办 沈安还想继续说 你自刚出口 这才发现 两人的距离太近了 近到周围的气温都已经爆表了 两人向受惊的小猫迅速封开 男主这是有情敌了吗 我这里有那天比赛的录像 少年将幽盘递给林真念 看着少年手中的幽盘 如临大敌板 你那是什么表情 反正你拿着 少年向前一步 林真念就往后退一步 少年一把塞到周雨昕手中 反正你们拿着就是了 转身气呼呼地离开 偶远莫名其妙 他又犯了什么病 相似病了 周雨昕调侃地撞围一下 林真念的肩膀开继续口道 你不觉得他有点喜欢你吗 还专门来送视频给你 他要是喜欢我 这世界都得停满 你快去治治你那粉红泡泡脑吧 那里面肯定有病毒 快扔了 我不 万一是秦叔呢 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秦叔 谁给答 瞬间两人都僵住了 没有没有 你听错了 不会是正宫 到达现场的速度就是快 你还胡说 临走之前 将林志念往史安怀里推去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史安你抓紧机会 可别被人截足先登哦 他 他一向没个证明 你别听他胡说 嗯 不会的 走吧 我们一起回家 路上史安提起来的匿名帖 你不用管 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了 林志念解释道 抱歉 这件事雨昕说了一天了 所以我有点应激 我的意思是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等风投过了就好了 有在意这件事的时间 还不如做点别的 你说的对 而且我也相信 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 不过 我更在意另一件事 嗯 什么事情 史安叹了口气 有人说的请我吃饭 到底什么时候兑现 林志念文言扑斥一声笑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 我们走着 说好了 地方我调 没问题 你敢相信吗 鲍鱼海参八鱼翅 鹅肝松龙兰龙虾 这么多东西 最后居然只收了我五十 好称天底下 怕是再也没有 这么实惠的店了 所以 认识这里的老板 才是便宜的原因 对吧 史安有些心虚 小说回了句 我早该想到的 从小就认识白寒的人 又怎么会是普通家庭 史安以为林志念生气了 内心有些忐忑不安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你 生气了 我干嘛要生气 白捡一顿大餐 还不好吗 我只是有点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带我来这里 只是为了便宜 刚开口要解释 羞的一声绚丽多彩的烟花 绽放在黑夜 每个季节结束以后 这里都会安排一场烟虎表演 你最近整个人都是紧绷的 我想 或许看看这个 能让你轻松一点 林志念有些不好意思的询问 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 史安轻了一声 什么嘛 连雨昕都没发现 我还以为我隐藏得很好呢 虽说这次只是月考 但毕竟是我下上走的第一步 所以我想做的万无一失 不只要把握每课的分数 还要根据我 现在的水平来计算 哪道题能答对 哪道题必须做 再加上那个匿名帖 说完全不在意 那是假的 只是我不能让自己分心而已 林志念想对沈安说声谢谢 被看出心思的沈安打断 看完烟花 再谢也不迟 好漂亮啊 沈安背着灿烂的笑容晃了眼 嗯 漂亮 等等 她刚才说漂亮 难不成是我 目相对间 两人周围的气氛逐渐升温 林志念 嗯 一个转身 一个特意凑近 两人近到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沈安在耳边呢喃些什么 林志念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只感觉她的呼吸 洋洋的 好热 沈安突然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微笑地询问 可以吗 你刚刚 说 说什么 好热